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那这个网段你就可以发现 它是由前面的三个字节 这就是网段 又把它叫直网 又把它叫网络ID 而最后这一个字节呢 就是区分我们班里面 不同的同学 你看隔壁的教室 就是10.0.109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八教还是什么 这是八教 我不知道它这个八教 是不是就按这个顺序来的 108 是吧 然后隔壁就是9教 就109 10教就是110 又好记 你记住班的号了 你就记住你的网段了 因为前面都是10.0开头的 是这样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跟隔壁班的人聊天的话 那就必须经过一个什么 路由器 否则的话你没法跟他聊天 没有办法跟他聊天 所以我们把前面这个叫做直网 后面表示主机 那么如果前面三个字节都表示直网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可以划分很多的字网 就表示我们可以划分很多的字网 比如109 108 110 是不是一直可以划分啊 对 但是主机就变成什么 就变得很少了 因为它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就是全部都用上 它也不过就是256网 你把0和1都全用上了 是不是也就256网 那也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班不允许超过256个同学咯 是这样吧 而且它还有些弟子用着特殊的用途 其实根本达不了 达不到256人 是这样吧 如果我们这个 我不是年前的时候去了一趟成都嘛 是去西华师范师范大学 他们那个器房就可以融按100号的 而这样去的时候他们那班是90多号的 90号的 比较神奇的就是90号的人 如果按这种划分方式是绝对不够的 为什么呢 它90个人 它有机房里面有主机 它要占IP 就是不 100个好 100个电脑 100台电脑就100个IP 就是100个主机嘛 然后他们还自己带笔记本 又是100个IP 这就去带了200了 能力吧 然后如果说连接开发板 占用工 这个学校实验室里面的局域网 又是100个IP 就是100个主机嘛 就是如果是同一个网段 那是不是就占300个主机ID 来用同一个网段 那时候能用吗 用不了 刚好呢 就是我刚好我就看了一下他们那个 就是说配置好 就是因为呢 他们确实是可以用的 为什么可以用呢 就是因为 它的这个主机不是用一个字节来表示的 主机用了一个半字节 它没有用两个字节 1.5个字节 1.5个字节 1.5个字节这就厉害了呀 它就相当于多出4位来嘛 就是12位了 以前是8位 原理是吧 多出了4位 然后这4位的话 2.5个字节 就有16个256 是不是瞬间就扩大了16倍呀 嗯 那它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因为 下面有直网掩码 这个地方呢 这个的直网掩码的表达方式就是表示 我们需要用 三 前三个字节来表示网段 后一个字节来表示什么 主机 那 用我们的这个 PPT里面的话来说就是 由1 连续覆盖的位 表示直网 0连续覆盖的位 表示主机 表示主机 那 大家 正好状态也不太好 对 这样让你来思考一下 就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是用 12位 作为主机ID 那么 直网掩码 应该怎么是 我们是12月4号 网络编程 对 想象就按照我们这个规则 这个不能够 是吧 就按我们这个规则 是吧 就是一覆盖的 就是掩码 零覆盖的 就是主机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要 就是我们说明 零覆盖的是多少位啊 一覆盖的是多少位 一覆盖的是不是就是20位 也就是说我们掩码的话呢 唯一的就是相当于是20个一 是不是 20个一最后写出来是多少啊 255.255.255.240.0 是不是20 是不是20啊 就相当于是 我们就看这个字节就好了嘛 所以就四个一四个零啊 四个一四个零 二进制的 1234 1234 转弯成什么 十进制 就240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研码设成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12 12 12个零 表示这个主机 ID 那所以说我给他们分配IP的时候 就怎么分配呢 就是10.0.0 就从1开始了 然后到多少了 10.0.0 其实从0开始都可以 从0开始都可以 一直到多少了 15 也就说 也就说我们从0到15 是这样吧 就是你可以分 就是如果说我们以最后一个字节 255 255为一组的话 那边分成16组 每组都有250多个主机 能理解吧 所以我们就说 那大家就可以把怎么样呢 开发版把它设成10.0.0 自己的笔记本设成10.0.1 机房的电脑设置成10.0.2 后面的话呢 当然就自己按顺序分配 123 1289 11到100 是没有问题啊 这样子就大家都不会冲突 都不会冲突 当然这么设的原因 其实归根结局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学校很奇怪的 就是什么 他没有DHCP服务 他不能 就是说 不来动态分配 不能动态分配 其实如果能够动态分配的话呢 那其实会简单很多啊 他全部是这种静态的 不知道为啥 他可能没有DHCP服务器 那个是需要一个动态预名 动态IP分配的服务器才可以 好了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 那有的同学说 那你照这么说的话 我这个研码 1和0到底怎么来划分 是3比1 还是2比2 还是1比3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它怎么样了 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特点 就指网 就所以说我们在设置IP的时候 你只是设这个IP行不行啊 只设这个IP是不够的 就只是设这个IP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现在终于明白 这个指网研码是必须要设的 能理解吗 因为你不设这个 你就不知道你网段是多少啊 能理解吧 这个是必须要设的 必须要 就他俩永远都什么 同时存在 所以说我们呢 我把这个 给大家记一下 就是说 这个是设置Mac地址 写了这个笔记里面 大家下课就可以去看 设置Mac 因为我们是讲Linux系统 所以说呢 我们Linux的设置方法 是Mac地址 是这条命令 如果是设置IP地址呢 设置IP地址 G 是吗 织网研码 简单写成研码了 就是IF Configure DTH0 然后呢 就是IP 什么 10.0.13.222 是吧 Let mask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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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个 其实所以说我们一般设的时候 我一般就是 最好是大家设的时候 就把这一串都写上 都写上 只写这个的话呢 研码就是默认的 那里有吧 对就这样是 OK 所以这两个就搞定了 当然我们一会还会讲 叫设网关 怎么设哈 好了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 直网研码 就是它是必不可承的 直网ID不同的网络 不能直接通信 需要经过路由的转发 当然这一条 也是我们 大家在学校有没有学过这个币啊 没有 这个币有学过同学吗 对吧 就一个同学学过吗 我们就说在学校里面学这个币的时候 也是过去也很多人问 就是说 这个这个币为啥要学啊 用蓝牙WiFi不可以吗 不就是组个网 通信啥是不是 可不可以啦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可以的 但是呢 你像WiFi啦 当然拿牙过去是不能组网的 是没有这个 没有组网的功能 后来呢 因为升级了之后呢 它也有组网的功能了 但是WiFi 如果说是取代这个币组网 那是绝对是 一点都不含糊的 基本上都能做到 但是呢 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币 就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WiFi呢 基于我们的TCPA这个协议站 它有一个东西做不到 就是什么呢 它不能够支持跳 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网关 是不能跳的 不能跳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两个网关之间 它是不能直接通信的 没有解释吧 就我们刚刚说了嘛 刚刚我们才讲完 直网是干嘛的呢 你直网不同 两个它能直接通信吗 它不能直接通信 它得通过什么 路由器呢 好 那么学过这个币的通信 它也知道说 诶 这个币里面也有路由器啊 这个币里面也有路由 也有路由 但是我要告诉你什么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 这个币 这个币的路由 不是为了实现两个 不同网关之间的通信的 这个币之间的路由 都是为了接力的 什么叫接力 就是这两个接力隔得太远了 它俩无法直接连接上去 懂得懂吗 所以说要加一个什么 路由器 我们把这个路由叫中继 懂得懂吗 就是我俩 就比如说我一个遥控器的距离达到 我中间加一个什么 中转一下 懂得懂吗 假设我们这个网络的 这个覆盖能力是足够强的 发射功率足够大的 可不可以没有路由器啊 可以 可以的 所以那个路由器的这个地方 定义是起到一个划分磁网的作用 这个币里面呢 它叫做知识跳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所谓的知识跳 这个说法也不太专业啊 这个币里面的通信就是说 所有的节点之间都能无缝通信 认识有吗 几万个节点随便通信 但是我们的WiFi里面呢 就是它需要通过路由去转发一下 当然了这些我觉得都可能 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就是JGB可以跳 然后呢WiFi呢不能跳 还有呢就是它的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功耗 但功耗这些我觉得可能是 比较主要的原因啊 跳的话这个呢 你也可以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想 达到这个beat的那种效果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WiFi的这个磁网啊 把它磁网射得特别短 让它的主机变得什么样 变得特别多 这样子就使得相当于 它所接入点数就增加了嘛 我们刚刚讲 如果我们把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是3比1的这种比例的话 它最多可以连接200多台主机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设成1比1的话 同一个指望 是不是就一下子就变成几万个了呀 能力吧 但是呢也会有问题 对 这样子对你的这个交换机 怎么乱七八糟 它的这种处理能力啊 反正要求也会高一点 也能做到 也能做到 对 好了 所以说呢 主机ID权为0的IP 表示网段地址 这里呢 主机ID权为0的IP 表示网段地址 对不对啊 主机ID权为0 那不就是10.0.108.0吗 那这不就是个网段地址吗 是这样吧 如果主机ID权为1呢 就是广播地址 所以0和1就不能用嘛 是这样吧 广播地址 广播就是大家都能收到这个信号 是不是 这里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哈 连续 就是不挨着也不行 能力吧 所以说我们的 这个网络ID 如果我们要求他的话呢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两个地址怎么样 为语 语一下 为语一下 为语完了的结果 就是网络地址 能力吧 把这个职王研码取完 取反了之后再语 取反了之后再语 就是什么 取反了之后再语是什么 这边主机ID了呀 是吧 对 列队翻译一下是吧 对 然后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 所以这两类地址 这个比较重要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刚才讲这个划分呢 我们这里也 就是说 给大家做了一下分类 就是A类地址 B类地址 它是怎么划分的 就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直网占8位 直网占 就是我们的A类地址 默认8位的直网ID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 主机就怎么样 就特别多 主机是不是也占了三个字节呀 就是2的24次房 不不 对 2的24次房 是吧 对 那么B类地址 是不是就1比1的这种划分 它的特点的话呢 就是 第一位 IP地址的第一位为0 最高位为0 然后B类地址的话呢 它是为10 C的地址就是110 那么我们其实平常用的 最多的是哪一类嘛 就这一类 是不是 是这一类吧 我们平常用的最多 是不是就这一类 那还有D类地址 全4位是110 它是一个多波地址 是吧 对 当然这个我们也有用到 多波呢又叫什么 又叫主播 多波怎么成了广播了呢 广播是广播 多波又可以叫主播 是不是 这个也有很多的应用 又可以叫主播 QQ里面建个群带 属于主播嘛 是吧 对 就只给这个组的发 别的组收不到 最后第五 E类地址是 4个1加 一个0 这个地址用的就很少 就保留了 当然前三类是用的最多的 当然这些地址也并不是说 你每一个IP它都能用 这些IP的话呢 它这里面也有要求 就是规定了这个范围 什么私有的 公有的 甚至还有一些回环的 它也并不是都有用到 那么 所以说呢 我们刚才那个已经关了 就是我们访问百度的时候 它是有个IP地址是吧 有个IP地址 那么那个IP呢 就是公有IP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IP的话 它首先要被分为公有的 私有的 其实我们平时 如果说你的这个电脑 就是说 能连公网的话 你的IP是不能跟公网冲突的 但是如果说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局域网的话 你就完全不用考虑那个概念 能连吧 就是所谓公网的这个 划分这个概念 这里有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中文名叫啥 我的忘了 对 就是反正有这样一个组织 它就是统一去规划这个IP 也向它这个申请 公有IP 所以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下午 我们会写个程序 很简单 你就可以实现两个组织 之间通信 但是呢 你也就只能在教室里边通一下信 就是没有办法了 比如你写个服务器 没有办法跟你家里面的电脑通信 就是因为呢 你家里面的那台电脑 找不到你的这个程序 那时候你说我给他一个IP可不可以 你给他的这个IP 它只能是一个局域网的私有IP 家里面访问不了 能连吧 如果我们要访问的话 怎么办呢 你要么呢 就去阿里去买一个云服务 或者是百度 或者是腾讯都有 要么呢 就是你自己去申请一个能力吧 申请一个 就不用名服务 我自己的服务 去申请一个公有IP 他应该要交钱的 一年要交 多少钱 一年可能就是 千多块钱 就是说你可以申请一个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叫做内网穿透 就是由你的ISP 就是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家里是接的电信的 联通的 它是不是可以上公玩吗 你让它给你映射一个端口就可以了 能力吧 那么 只是这个呢 需要在你的路由器里面设置一下 那你在你的家里面开一个服务 在其他地方都能访问 那么这个的话 是不要钱的 是吧 那么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就是收费的 就是花生壳的那种内网穿透收费 但那个费用也很低 好像是一个月大概十几块钱 那个收费的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动态去穿透它你的自己的一个内网的一个IP地址 那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做了你的笔记本上面你建了个服务器 你希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访问你这台电脑 能力吧 那你就可以用内网穿透 就是花生壳 它给你做了一个代理 就是你相当于是 其实不是访问你的电脑 是我们所有的人先访问到花生壳的这个代理服务器 有代理服务器再来访问你的电脑 能力吧 这样也是相当于实现了一个什么呢 公网的一个访问 因为大家一学往网变成 就特别想做一个比如说 谁都可以访问的一个 就通过手机点进去也能访问的这样一个服务器嘛 是吧 对 所以你就可以比如说经常我们搭一个APA7服务器 或者是Timecat服务器 或者BOA服务器 是吧 我们希望它能访问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内网穿透 或者是IP印射 它是公网的 那么私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局务网的 比如这一讲的A类地址 它是从什么呢 从这个地址开始 到这个地址 其实这个地址范围已经非常的大了 它几乎涵盖了差不多三个字节嘛 我们说两个字就有几万个了 三个字就有多少呢 1600多万 就你相当于你的这个地址的范围 有1600多万个地址范围 是不是就很大了呀 对 B类地址的话就这个嘛 172.16.0.1到这个 是不是也很大了呀 所以说 那有的同学说 那我们的电脑 你看刚刚是不是也是10.0.开头的 那它是不是A类地址了 是不是A类地址还得看什么 还得看直网研吗 所以我们那个其实说白了 它对于局务网来说 它根本就没有走这个标准 根本就没看这个 是这样吧 是没有看这个吗 它也一样的 它说C类必须从192.168 那我们C类的也是10的 也没有问题 所以对于一个局务网来说 你根本不用管这个 室友IP的这个范围 但是有一个你必须要管 就这个127的这个 这个是坚决不能用的 127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网卡里面 它一定会有一个叫LO 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 这个呢就是回环 回环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你的这个数据啊 如果你的这个数据包 是发给这个回环IP的话 相当于你这个数据是 不会通过物理网卡送出去的 所以说我们 比如我们在这里拼 拼就是试一下这个网通不通 是不是10.0.108.221 这是拼自己的肯定能拼通 是不是 那拼外面的别人的 比如说我们拼自己的 拼我们自己的电脑 这个是224 是不是也能拼通啊 好 那如果你是拼这个回环的话呢 拼这个回环 是这个吧 你看它也能通 而且这个回环的地址范围 特别大 100 它也能通 它是从 1到 200 多少 1到 254 而且前面是255 255 里面的任何一个地址都能拼通 也就是都能通 所以回环呢 主要是用于 协议的测试 它不涉及到物理网卡 因为它根本就不会 我们讲那个 TTPIP的参考模型的试程里面 它就是从应用层 传输层 网络层 就结束了 就回来了 它还不会到什么 物理层 人也网 不会到网卡上面去 这个呢 主要是用于一些测试的 测试的 回环 就自己绕了一圈 又回来了 这个意思 好了 后面呢 是设置我们的 Mac IP地址的方法 对 还有自动获取的 自动获取的方法 DHClient 当然这个好像 你也得要有这个 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工具 你能不能自动获取到了 你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工具 它就有嘛 能自动补权是不是就有啊 能自动补权就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NIA系统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命令 比如说我们的开发板 用的就是EODHCPC 就用这个工具 EODHCPC 我给大家也写了 这个地方 那个我就不写了 DHClient 这个就不用说了 如果是开发板 就是我们后面 都已经发了开发板了 是吧 自动什么 自动什么 获取什么 叫什么呢 U.D.H.C.P.C.能力吧 其实呢就是说 都是去动态获得一个IP地区 只是这个工具名字不一样 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自己获得这个就会比较好 那么除了我们手动的去 静态的这样去设置 动态的获得 我们为什么获得IP啊 我们如果不获得IP 是不是 别人没法找到你啊 能见吗 所以我们上网的第一步 就是要获得什么 IP 所以IP要么是自己设的 要么是别人给你的 别人给你的方式 就是刚刚说 那两条命令 或者是Windows系统 是不是也有自动获取吗 你看自动获取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 你要上外网 我们刚刚讲上内网 是吧 你要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上外网 你可以向我们的运营商去索取 其实这种拨号的方式 说白了 就是让我们的 这种 接入服务商 让他来给你什么呀 分配一个IP 因为你要给钱嘛 他是不是给你分配一个 给了钱的IP地址啊 你才能上网吧 就是拨号上网 好了 直网沿码的作用 又叫网络沿码 地址沿码 它是一个32位的 120组成的 并且呢 120要分别连续 作用呢 就是指明 IP地址中 哪些是标识了主机 哪些是标识了网段 特点的话呢 就是必须和IP地址一起使用 单独使用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只要一射IP 就要射码码 一射码码就要射IP 一连续覆盖的是直网 零连续覆盖的就是主机ID 对 那么在利纳下呢 设置非常灵活 为什么很灵活呢 我们在Windows下设呢 你要这样去设嘛 在利纳下 你直接写一个编号就好了 比如写24 他就知道 你的主机ID 要占24个1 你写 比如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那个就是100个主机的 那个划分是用的是 多少位 多少位磁瓦 磁瓦 什么用了20倍啊 那你就写20就好了 写20是不是就不用去算 255点 255点 到底是240还是255 是不是还得去算了 不用算了 你就写20 他自动就成240了 就写20就好了 那这个呢 在哪里呢 这样设好像不行 他这个20的话 好像是指的是图形见面的配置 就是我们在 在这个地方 哦 这是自动获取的 是吧 如果我们是手动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地方就直接写什么 20就可以了 能写吧 如果是通过那个什么去设置的话 好像还真的是不行 我们试一下 如果通过命令去设置的话 我看一下行不行 我们这个是108.221. 标点 哦 前面有一堆 然后后面呢 就是 let mask 这里直接写24可以吗 我还没试过 我估计应该 不行 这个应该是 不行 无效的参数吗 是吧 你必须得写的是吧 这个就可以 是吧 对 那就说明 这种写法 只是针对那种图形见面 可以这样写 好 大家休息一会儿 好